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收音 今天最後跌多少 跌了352 不是收最低 還有留下影線 早上有跟大家分享 我說 升息三嘛 其實這件事之前就已經預料到了 可是為什麼會跌那麼慘 尤其是美國 美國跌多少 美國跌上千點 來看一下 美國道瓊跌了1000 已經一陣子沒有看到這種點數了 重點在NASDA非半跌了比兇的 NASDA跌了快4% 非半跌了快6% 5.81 我說 這麼嚴重 問題在哪裡 因為其實 這個東西之前就已經在講了 升息空間 而且都已經知道了 升息空間還很大 還有呢 全部有投票權沒投票權的 都說要升3 而且今年會怎樣 年底前會到3.75%到4% 我說 這都是預期裡面的事 可是為什麼會跌那麼慘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後來 OK 我們 我們 有人就說 喔 包著眼說3個重點在哪裡 第一個 聯準會沒有確認通膨已經出頂了 第二個 他不認為短期內會停止升息 而且還怕怎樣 擔心過早停止升息 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不確定 就 他現在看不到我停止升息的 終點在哪裡 對不對 可是他知道他的目標是什麼 讓他的通膨降到2% 他要達成這個目標 不知道何時會 何時才會出現 對不對 所以一切都是等著所有的數據出來 再說吧 那怎麼辦呢 那台股有沒有受影響 當然受影響了 對不對 一早新聞報的多慘 萬無保衛戰 一開盤就直接崩破了 到14800多 對不對 而且他有三個劇本 早上也跟你講 現在就是這個 中間這一個 直接跌破均線跟萬無 OK 半導體首當其衝完全命中 好不好 回撤前滴的機率大幅提升 先不用那麼悲觀 我先給大家一個 預期的支撐區 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收盤 今天是不是沒有收最低 有留一個下影線嘛 對不對 可是基本上 它是不是一個長黑市 而且今天最後外資是賣超244億 OK 那有人就問 國安基金有沒有進場 我跟你講 有 你看台積電就知道 台積電 最後成價多少 498.5 對不對 最低496 沒有收最低 如果它沒有進場 它不知道一路破到哪去 這樣有跌很多嗎 其實台積股沒有跌很多 那我這邊來給大家一個客觀的分析跟建議 你注意看 現在跌了 有人說明天可能會止跌 我說止跌還早 重點在哪裡 今天是不是一個長黑灌破支撐 是啊 本來這邊是一個有效的支撐 為什麼 因為它撐那麼久才突破 現在呢 回撤本來有撐 結果今天一下灌破 OK 好 灌破就灌破吧 那然後呢 我說 現在樂觀一點看這裡 14545 好不好 這邊先做去去見證 你看 之前上來之後是不是在這裡晃 然後再突破之後 本來是回撤直撐有撐 拉起來再灌破 可是格局本來是空頭啦 對不對 我一直 在這裡 不厭其煩來提醒大家 我說 台股的格局 本來就沒反多 為什麼說本來沒反多 我早上跟大家分享 從一月到現在 下跌的量 跟反彈的量 的一個價量的結構 下跌量增 上漲就是量縮 這種結構都還沒變 就表示整個空頭的格局 就還沒變 對不對 好 那你來看 那我之前在反彈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說明 我反彈喔 不好做 我每次 我上次有提醒 我說 因為反彈有層層的預期壓力 這麼多對不對 現在均線破了 本來是反壓變支撐 現在又跌破了對不對 又變反壓 好 那倒過來 前波的一個相對低 而且這一天還收下影線喔 你看這裡附近 是不是都下影線 表示啥 表示這附近有買盤啊 不然怎麼可能會有下影線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在這邊來看的話 這邊回檔 這邊往下跌 到這裡附近 沒意外 會有支撐 給大家做參考 沒有意外的話 會有支撐 態度在這兒 那有人問老師 為什麼 好 為什麼 我說你思考一下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下影線出現 有下影線出現 就是因為 本來殺下去 低檔有低階買盤進場 才買上去吧 而且買上去之後 就沒有跌下來過了 那所以說這邊 是不是有個有效買盤 在這裡準備 對不對 而且我上個禮拜 應該說自從國安基金 進場以後 我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說 國安基金的目的是什麼 它進場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讓盤是怎樣 不要出現不理性的殺盤 好 是穩盤作用 對不對 那穩盤大家想 什麼叫穩盤 它會追高嗎 不會 那它會低階嗎 它會低階 所以你會看到 它之後這個盤 它不會再 就一下子又中錯 只要美國不要太誇張 不要再中錯 好 那它就會怎樣 穩盤為主 讓這個盤不要跌太快 跌太凶 我一直提醒大家 為什麼這個時候大家會跳進去說 國安基金要不要進場 互盤 我記得是這個時候提的吧 後來不是談了兩天嗎 國安基金說 因為盤是有直穩現象 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考慮 結果隔天就破底 破底馬上改口 說我們會進場 就沒有低點了 看到沒有 是不是它一句話就沒有 就上去了 然後下來就預期了 預期會有買盤低階 所以又上去 那現在一樣啊 倒過來 它雖然跌破了這個支撐區 可是它還是有機會 有低階買盤 然後一句話就是低階買盤 那問題是 就會漲了 不一定 會不會漲還是個股表現 今天你說有沒有股票漲 漲停的還比較多耶 你看 這邊 漲停的四家 這上市了 跌停的兩家 是不是漲停的還比較多 對 可是漲加數比較少 那你會看到 今天漲什麼類股 是不是上個禮拜說 要開放邊境的那些 對不對 有沒有 就是那些飯店類 旅行社啊 另外呢 還有我們手上的 電動車相關的 還有呢 半導體供應鏈 是不是還是長這些 沒有變耶 像我這邊旁邊有列出來 中沙核打 翻紅我們早上 我記得那時候十點多 對不對 翻紅耶 我們一樣開低啊 可是翻紅 為什麼會翻紅 基本面嘛 這叫籌碼面嘛 都有利於漲勢 可是盤很爛啊 只要不要怎樣 造成整個 信心崩潰 我跟你講 這樣子 國安基金的目的就達到了 它只要不要造成 國內的市場信心崩潰就行 你可以跌不要跌太多 態度上就是如此 你看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跟大家分享 什麼東西 哪一個類股不要碰 對不對 你看 不對嘛 而且我也一直提基本面 資料給大家做參考 什麼資料 台經院的製造業景氣 是兩年新低耶 這加上什麼 台股資金量謹訊 是不是全部都告訴你 明明就還沒有到做多的時刻啊 對不對 居然還有人去預期說 FED可能馬上就停止升息 他就沒達到目的 怎麼停止升息 可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是有做多的標的 只是說 在這個當下 能怎麼辦 重點是你能怎麼辦 你如果手上的股票 是超級弱的 先減碼吧 那才是你的第一要務 千萬不要擺著一直套 我說不OK 等一下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手上有兩檔 這兩檔超級強勢的股票 介紹給大家 為什麼可以買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 這兩檔面對的是高獲利 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今天有兩檔 我旁邊有列 我上禮拜五也是講這個 中砂跟核檔 中砂 來 中砂早盤也是開低啊 到12點以後居然拉翻紅 我說中砂你注意看 為什麼它可以翻紅 它的基本面 老師上次有沒有跟大家說明 我說它為什麼會長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利多 什麼利多 這個 台積電的三奈米 九月量產 九月量產三奈米 你知道中砂幹嘛的嗎 來中砂我特別印出來給大家看 它總共有三個事業部 一個是什麼 做沙輪 另外一個 鑽石事業部 它是什麼 鑽石碟 第三個 晶圓事業部 再生晶圓 好 現在這兩個比例 已經佔了 家家已經佔了差不多 快80 80幾%了 重點在哪裡 我們先看它 中砂它之前 它的一個2022年第二季 它已經激爆出來 這是它法術會資料 所有的包含它的毛利率 營業監力 跟獲利 EPS 全部都同步呈現上漲的格局 對不對 而且怎樣 它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比預估的還要好 都創新高 重點在這兒 而且它把它之前 本來預估的一個成長狀況 拉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喔 本來預估 就是4月時候 預估是5到15% 結果營收變成長10到20% 比預估的還要好 毛利率也是 營業盡利率也是 全部都比出乎預期的好 而且重點是它的沙輪事業部 其實它的沙輪事業部 已經怎樣 已經所佔的比重 已經降低很多 現在主要在這個 鑽石事業部 不是說它生產鑽石 是鑽石碟 那這邊重點在這裡 對應3奈米的技術 新規格 鑽石事業 國內的客戶市場率 要達70% 而且它整個鑽石碟 營收佔比率到8% 現在升高到10% 有沒有看到 再生金元就不用講 再生金元現在缺的 那你看喔 你看到這些基本資料 你看到什麼 它現在是在一個成長期 從已經發生的你來看 它是不是成長 來看 營收 這是它的營收 然後呢 這是它的獲利喔 連續四季獲利 而且是成長的 毛利提升到40% 你說這樣好不好 當然好啊 而且從剛剛資料裡面 法說會所看到的 未來的展望 目前它就focus在哪裡 台積電的3奈米 那你說這是預期中 可以加速它營收成長的一個東西 而且毛利一定很好啊 不可能你技術進程 越先進 毛利越低 不可能嘛 就像台積電一樣啊 對不對 它高階的階越多 它毛利越高嘛 因為沒人會做 重點在這 好不好 你看 我們那時候 8月16日就跟大家介紹 對不對 8月18日 直接已經漲了6點多% 有沒有 8月18日 8月19日那天 開盤後漲停 然後後來打回來 對不對 今天8月29日 它打回來之後 是不是很像整理 今天開低之後 又拉起來 有沒有量 一點量都沒有 根本沒有人要殺低啊 那這兩天為什麼有量 你知道嗎 在這邊 好啦 透露一下小道消息 可是 不知道對不對 反正這邊就是 國內的市場派 那些短線 主力在做 好 主力做的怎樣 那砍掉啦 砍出去就沒有啦 手上沒部位 別人說 潛在的賣壓已經被賣光了 那你說之後有沒有機會長 當然有啊 對不對 今天這麼大 非 怎樣 非系統性的利空 這樣跌 它居然是漲的 OK 大家可以去判斷 另外 回來我們的核大 我說核大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你看喔 今天 開低之後就沒低點了 一路走高 最後漲2.21% 最高來到893% 是創波段新高 注意看 今天出量了 低檔出量了 有沒有 我說它的產業什麼 特斯拉 下半年營收逐月成長 很多人做股票 做這麼久 不知道它的公司在幹嘛 它做這個 齒輪組 有人可能不知道 做這個啊 做這個 各種的精密齒輪 它既然可以打進特斯拉 它可不可以打進別家 絕對可以 特斯拉都認證了 別家不能認證 而且它歐系的車廠也有 對不對 而且它現在的 Focus在中國市場 大家知道 中國市場的電動車可是膨勃發展 而且它的車廠是多 OK 那重點在哪裡 我們那時候會介紹核大 重點在於說 OK 它前幾個月營收 為什麼 因為車用的晶片短缺 然後7月已經怎樣 營收已經回溫創歷史次高 表示什麼 它這個晶片短缺的因素 已經解決了吧 對不對 第二季獲利直接跳升到0.67 第一季才一毛 差很多 重點 我說重點重的重點在這兒 重點重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它擴產 它這邊直接跟你講 市場跟訂單完全沒問題 是晶片的問題 可是重點是 晶片在7月底已經改善了 供應鏈增溫 它這邊 嘉義大普美5場 2024年完工 核彈的整體營收有機會達到110億元 今年幾億 70到75億 表示它要增加的話 30到35億的營收 跟現在以今年預估 今天已經比去年成長了 去年66億 好 那既然如此 表示說這兩年的成長率 要達到50% 那你說這公司好不好 它有沒有機會漲 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18號 是不是告訴你 有沒有 而且它還可以 調升它的外銷價格 匯率貶值對它來說是利多 現在是不是在貶 今天是不是又創 台幣又創新低 來核大 25號 再跟你說一次 如果你有看到 你應該賺得到的錢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事實上 我們也不是只會買不會賣 像我之前 在上一次介紹中壘 中壘 你注意看 我記得我這一天8月10號告訴你 中壘 我們這個時候買的 等半天終於衝上去 漲了21.4%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那天我跟你講 有賣點 RSA來到80以上的超買 我建議你幹嘛 逢高要減碼 對不對 你會逢高減碼 掉下來你就有機會再買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跌到哪 九幾了吧 你就再找機會買 因為他公司基本面沒變 整個格局是不是都懂 你自己看得懂 而且我說實話 在現在 可以做多的時候 老師告訴你可以做多 可是當盤勢不對的時候 老師是不是也建議你說 你要找機會放空 你要找標的 為什麼那麼說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7月26 7月26在跟大家介紹說 現在盤勢有問題 上檔有壓 所以我那時候建議你 注意看這一檔 幹嘛 因為它的營收從成長到衰退 因為怎樣 因為它的走勢跌破月線 外資又持續賣超 我直接告訴你了 當天 下午 獲利跳水 暴減 81% 獲利暴減 開始跌 看到沒有 是不是一路摔 一路摔 來 我們一直怎樣 空到哪一天 空到8月3號 回不掉 跌幅15.2%吧 老師是因為這個格局不對 好吧 因為我們手上有多單嘛 你知道意思 多單 明明格局都是好的 它走勢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續報 可是盤會跌 我怕會受影響 好 找標例也放空 不然的話 就怎樣 不然的話就來空期貨也可以 對不對 我們上次也空期貨告訴你 做避險 做風險的 對沖 你相對上你不會受傷啊 像現在 你不知道怎麼做 我會建議你 先把你手上不對的股票 先砍一半 再說 另外呢 趕快掃描KLCO來電 老師來幫你 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